大家好,买过来的鸡块就要点红烧炖汤了 今天我们为大家分享一款,最好吃又下饭的一款做法 刚刚这种方法做出的鸡块,焦香酥脆,麻辣熟透 绝对让你吃一次就上瘾 喜欢的话就赶快收拌起来试试吧,一圈三连求个关注 首先我们把买过来的鸡给它清洗干净之后,给它剁成块 所有的鸡块我们都给它剁成这么大的块就可以了 剁好之后,把它放入一个干净的大盆中 加入适量的清水 我们给它浸泡20分钟 把里面的血水和脏东液都给它泡出来 鸡块泡洗好之后,我们给它控干水分 接着给它腌一下味 加入拍松的姜块 拍松的葱 少许的黄酒 加入适量的花椒沫 少许的胡椒粉 五克的蚝油 三克的鸡精 三克的白糖 加入三克的鸡精 三克的白糖 两克的食用盐 五克的蚝油 少许的胡椒粉 少许的花椒沫 十克左右 来一点点生抽 然后给它抓板均匀 抓至入味 如果有自然力的话 也可以放点自然力 这样吃起来更好吃 抓板均匀之后 我们给它加入少许的淀粉 比较多 少许加一点就可以 再次给它抓板均匀 好,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给它腌制三到五分钟 逆着这时间 我们切点小料 大葱切段 切好之后 装入盘中备用 大姜切片 切好之后 装入盘中备用 大蒜子做成熟 做好之后 装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一个青花椒碗 加入适量的干辣椒锅 喜欢吃辣的话多放一点 不喜欢吃的话少放一点 准备适量的白芝麻 再准备适量的青花椒和红花椒 另外再准备五片白纸片 好,小料备起之后 接下来我们上锅进行操作 进锅上火 锅中加入适量的食用油 在油温烧至五成热 然后把浇好的鸡块放进来 下入之后 不要轻易的翻动它 在这用中火炸热定型 炸热定型之后 我们用勺子轻轻的推动 好,推散之后 我们给它开小火 慢炸 好,大家看一下 现在已经鼠部上色了 哎呦,非常的漂亮 色泽金黄 让人看着就口水直流 然后开大火 再给它炸个一到两分钟 各位了解看一下 金黄金黄的 我们在浇制的时候 电品一定不能放多 放多了 炸不出这种效果了 好,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盛出控油 再次进锅上火 锅中加入适量的食用油 我们把花椒白纸片 给它倒进来 给它煸炒一下 炒个五六七八下之后 把干辣椒倒进来 要小火就能炒 千万不要大火 像这样一直在煸炒 煸出香味 煸香之后 我们把葱姜蒜 都给它放进来 继续给它煸炒 炒香之后 我们把鸡块给它倒进来 在给它撒入少许的白芝麻 这个快速翻炒均匀 接下来我们给它测味 加入适量的自软粒 少许的鸡精 少许的味精 少许的白糖 最后再给它撒一点花椒汁 鸡肉小墨油 把葱姜蒜倒进来 快速把它翻炒均匀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出锅装盘 好 这样我们就装盘完成了 大家看一下 当然看着就口水之流 色香味俱全 颜色金黄焦脆 非常的漂亮 我替大家尝一下 麻辣焦香 好吃又过瘾啊 连孤独都能吃 真是太美了 让人吃一口就流量忘返 用来招待客人啊 超有面 机会学乎的这样做 麻的开心 辣的过瘾 绝对让你好吃又解馋 喜欢的话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 如果你感觉本期视频 对你有所帮助 请动作你发费的交手 帮忙点赞 转发 收藏 非常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